每逢佳节被私亲,中秋节将至,大家都开始走亲访友,尤其是远嫁的女儿,更想买上礼物回娘家看望父母。 可是,有时候回娘家的路并不是充满欢声笑语,而是心酸和无奈。 张玉梅今年四十八岁,生活在离家一千多里的地方,马上就到中秋节,最近她休假买了六千块钱的礼物回了一趟娘家,当时大姐和二姐也回去了,勤劳的张玉梅帮着嫂子炒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大家。 可是没想到,当大家端起酒杯提前祝贺中秋时,嫂子却悄悄地拽了一下张玉梅,不让她上桌吃饭。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听张玉梅的讲述,我叫张玉梅,今年四十八岁,我的娘家在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村庄。 我有兄弟姊妹四个,上面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 我的大姐初中毕业之后,嫁到了邻村,他们在镇上开了一家批发超市,生意也不错,日子过得富富余余的。 哥哥在村里种蔬菜大棚,后来他们家又买了一辆小货车,在早市上帮着人家送货。 二姐上的是专科,毕业以后在现职单位上班。 而我当年考的中专,毕业之后分配去了我们县城的摩托车厂上班。 摩托车厂倒闭,我成了下岗大军中的一员。 二十五岁那年,我和几个工友相约着去了南方一座城市打工,我在那里成家立业了。 我家离娘家大约有一千多里路,回趟娘家真的不容易,口里不吃肚里挪攒一年的钱,买礼物带着回娘家。 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脱家带口的,这个哭那个叫,坐一路车我都散了架似的。 可是远嫁的姑娘就像一只风筝,牵线人永远是娘家。 虽然每次回娘家不容易,可是一年我都得回去好几趟。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即使手里在紧张,临走的时候也会悄悄地给母亲三千两千的。 毕竟我觉得我不再跟前尽孝,我得用钱来表达心意。 我们的家在一座江边上,刚开始的时候,丈夫跟着人家去江上打鱼。 后来,在公公婆婆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一家水产部,附近的渔民把打来的鱼都卖到我们家里。 当我们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我们又开始进行水产品简单加工,租了几个大冷库存放产品。 慢慢地,我们家有钱了,买了一辆二三十万的车,这样我回娘家就方便多了。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大姐,二姐和哥哥一家都过去,在娘家等我回来。 我出手阔绰,给他们买金首饰,买贵重的衣服和营养品,我更是包揽了父母的生活费用,每月准时给家里寄两千块钱。 我觉得回娘家的路充满欢声笑语,每次回去我都归心似箭,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飞到家里。 往回走的时候,父母和哥嫂把我们的后背相塞得满满的,有刚刚收拾好的大公鸡和老母鸡,还有家里新鲜的青菜,我母亲炒好的熟花生。 每次回娘家,我都会花个好几千块钱,有时甚至还得上万,虽然花了钱,可是看到娘家人温暖的笑脸,我的心里也很舒服。 我这个人对钱财不看重,我觉得钱挣了就是花的,尤其是花给家里人的时候,我毫不心疼。 可能有人会说,你就知道把钱花给娘家。 其实我对婆家也很大方,我这个人有感恩之心,我不会忘记当初公公婆婆对我们的帮助,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意是做不起来的。 公公婆婆婆家住的是两层楼,装修很陈旧了,我拿出来拾好几万块钱,把他们楼上楼下装修的富丽堂皇,老人喜欢中式的家具,我就给他们买了石墓的。 2019年,我大姐家的外甥女来,我们这里打工,她吃住在我家三年多,直到她要结婚了才回去的。 那年,我哥哥说她手里的小货车经常出毛病,每年维修费都得好几千块钱,想换个车,可是手里的钱不够。 我知道了,以后二话不说,马上给哥哥转去了六万块钱。 嫂子要还我的时候,我只留下了三万,剩下的那三万,我说就当作是我的心意送给他们了。 我小的时候,哥哥特别疼爱我,我记得来南方打工的时候,身上的路费就是哥哥给我掏的。 我刚刚进工厂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是一百八十块钱,生活费都不够。 哥哥给我写信的时候,就在信封里加上十块钱。 其实,哥哥和嫂子过得也很不容易,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大家都很少有积蓄。 我知道他们省吃俭用攒出来给我的。 我曾经暗暗下决心,我们要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意,这样才有更多的能力帮助家里人。 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的生意却开始走下坡路。 我们租的几个冷库也被迫转手给了别人。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我丈夫经常争吵,不是为了生意失败,就是因为家里的琐事。 那段时间我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不少。 我不能再给父母寄生活费了,一年我也没有回家。 可是我还是想家呀,那年春节,我一个人回到了娘家,只带了点食品,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买那些贵重的礼物了。 我发现父母和两个姐姐对我都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 大姐和二姐甚至都不愿意和我多说话, 只有哥哥嫂子还像以前那样对待我。 嫂子看到过年了我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穿上, 我穿了一件袖子都有了破洞的羽绒服, 羽绒都从破洞里钻出来了。 嫂子拿出了她准备过年穿的新棉衣,送给了我。 我只在家住了两天,大年初二的时候都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 我却眼寒热泪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想起了一句话, 父在深山游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人, 人穷了不能走亲戚啊,哪怕回娘家也看白眼。 可是时间久了,我依然想家,那里毕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家里人的冷眼也不能阻止我对家乡的思念。 好多次伤心落泪的时候,我都面对北方摇迹相思, 每当接到哥哥嫂子打来的电话,我都哽咽。 哥哥嫂嫂安慰我,过日子没有一帆风顺的, 谁都不会一直是顺风顺水,总有几年爬坡的日子。 嫂子还告诉我,如果家里缺钱的话,就告诉她一声。 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说呀? 打电话时,每次我都是报喜不报忧, 我说虽然生意不行了,可是以前还有点积蓄,日子不太犯难。 那年暑假开学,两个孩子都要交学费, 我们却拿不出钱来,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没想到哥哥来了。 一进门,哥哥就憨厚地笑着说好久不见了, 想过来看看。 见到哥哥的刹那,我悄悄转过身去擦去泪水, 我看到哥哥穿着黄球鞋, 上面还沾满了甘尼巴哥哥的手都裂开了口子, 他除了开车送货,还和嫂子在菜园上干活。 哥哥自己过得紧紧巴巴的, 却惦记着这个妹妹,千里迢迢地来看我。 那晚,我和哥哥坐在江边,说话到凌晨。 临走时,哥哥从兜里掏出五千块钱给我, 让我先渡过难关。 哥哥说他知道我的性格, 从小就不会张口求人, 再大的苦难都自己吞着。 让我纳闷的是, 自从我家生意失败了, 大姐二姐很少给我打电话。 那年,我实在撑不住了, 给大姐打去电话, 我想找她借一万块钱, 生性要强的我这辈子没求过人, 可是日子实在是熬不下去了。 我想凑个几万块钱, 重新做点小生意, 可是我还没有张口说借钱的时候, 大姐可能已经猜到了我给她打电话, 就是借钱。 大姐不停地哭穷, 到苦水, 她说现在批发部的生意也不如以前了, 她给儿子花了九十万在县城买了房子。 大姐还说现在赶集的时候, 他们都不舍得买猪肉了, 炒菜都见不到油花了, 那意思这就是我想找她借钱, 门都没有。 其实,事情根本不是大姐说的那样, 我听嫂子说过, 大姐家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大姐把他们相邻的两间门面房又包了过来卖熟食, 她家一年得挣十几万。 我犹豫着是不是给二姐打电话, 二姐在体制内上班, 工资很稳定, 听说那年, 今年二姐进了高级职称, 工资涨了一千多块钱。 可是, 二姐平时把钱看得比较重,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 她都不舍得多买东西, 肯定也不会借给我钱的。 看到我们家的生活举步维艰的时候, 公公婆婆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们把二十万养老金拿出来, 让我们做生意。 拿到这些钱的时候, 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哭了一场, 这才是亲人啊, 有困难的时候就帮一把。 我和丈夫决定重整旗鼓, 另开戏, 丈夫的一个表哥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厂, 他建议我们跟着他做生意。 在表哥的指点和帮助下, 我们高薪请了一个做鞋的师傅, 开了一家制鞋作坊, 我们做鞋面, 属于半成品加工, 做出的鞋面供给表哥家的鞋厂使用。 几年后, 我们的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 每年也能挣几十万块钱了。 快到中秋节了, 我决定提前回娘家, 本来丈夫打算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再回娘家, 陪我父母一起过节。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走了, 公公婆婆在家里冷冷清清的。 我只有一个大姑姐, 她远嫁远广东, 早就说了中秋节不回来。 我们也得照顾公公婆婆的情绪, 我把家里的生意安排了一下, 让丈夫好好盯着, 我决定一个人要回娘家一趟。 我又像以前那样, 给家里人都买了礼物, 花了六千多块钱。 我是坐高铁回来的, 哥哥去车站接的我, 回到了家里, 大姐和二姐也来了, 我拿出送给他们的礼物,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这里逢吉逢三八, 那天正好是八月初三, 我提前打电话给嫂子了, 不让她先去镇上买食材, 我和她一起去赶集。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赶集的情景, 我喜欢集市上热热闹闹的景象, 那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 我到家的时候才十点来钟, 感激一点也不晚, 嫂子推出了家里的三轮车, 她开着三轮车拉着我去了集市。 我们买了猪肉、牛肉和羊肉, 还买了不少海鲜、青菜、水果, 满满一大三轮车。 回到家里以后, 大姐和二姐她们都在屋里陪父母说话, 我和嫂子就洗菜开始做饭。 嫂子说让我去屋里歇着, 说我那么大老远回来又去赶集, 太累了, 可是我觉得平时我很少回娘家, 回来就得多干点活。 我和嫂子汗流满面地在厨房里炒菜, 农村的厨房不像城里厨房, 通风又不好, 屋里游渐火了的。 我们炒了十二个菜, 炒出菜来以后, 嫂子就马上往屋里端, 我就看着灶火。 我觉得口渴, 去屋里喝水的时候, 我发现大姐二姐正在那里说着什么, 看到我进了屋, 他们突然不说了, 我有点难闷, 她俩还有什么事怕着我吗? 当我们终于炒完了菜, 我洗了把手, 准备上屋吃饭, 可是嫂子却悄悄地拽了我一把, 给我递了个眼色, 让我进厨房。 我有点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干嘛不让我上桌吃饭呢? 我已经饿了呢。 嫂子吞吞吐吐地说, 三妹啊, 你别上桌吃饭了。 我把咱炒的菜留出来了一份, 是你爱吃的小鸡炖蘑菇和炒豆角。 我知道你爱吃这两样菜, 咱们就在厨房里吃吧。 我更加纳闷了, 我说, 嫂子, 你干嘛不让我上桌吃饭? 难道我回娘家, 还得蹲在厨房里吃饭吗? 你们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嫂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三妹啊, 本来我不想说的, 实话告诉你吧, 不让你上桌吃饭是为了你好, 怕你吃亏上当。 接着, 嫂子告诉了我一切, 原来嫂子端菜, 进屋的时候, 听到了大姐和二姐的谈话。 大姐说, 看到我现在又像以前那样, 为娘家大把花钱了, 知道我手里肯定有钱, 大姐还说想让我给天买个金手镯。 大姐觉得平时我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 她回娘家最多, 我就得出钱给她买镯子。 二姐说, 她家打算买第二套房子, 可是提出来公积金以后首付还不够, 打算找我借十万, 给他们买房子。 我母亲竟然也说, 以后让我每年给他们五万块钱养老的, 嫂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对我说, 三妹, 你别进屋吃饭了, 他们爱找谁要就去要, 他们只想着找你要钱, 没想到你是怎么从苦难日子过来的。 你家生意失败的时候, 他们一分钱不掏, 可是现在看着你家的日子过好了, 又想从你这里沾光, 做人怎么能这样呢? 我真看不惯这样的人。 嫂子的话, 让我大吃一惊, 我真的没想到, 母亲和两个姐姐竟然是这样打算的。 怪不得我去屋里, 大姐二姐就突然不说话了。 这时, 大姐过来了, 让我们赶紧去屋吃饭, 她说, 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还有话要对你说。 我强忍住心头的怒火, 我对大姐说, 你们吃吧, 我和嫂子炒了一盅午菜, 我边吃边炒菜, 尝尝咸蛋, 我已经不饿了。 我和嫂子在这里说说话, 很长时间不见了, 有好多话想说呢。 大姐尖叫不动, 我去屋里吃饭, 这时二姐也来了, 他们两个都要拉我去屋里吃饭, 我挣脱了他们, 我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去吃就是, 管我干嘛。 嫂子劝我多吃点饭, 可是我根本吃不下, 我喉咙发梗, 我想起了前几年处在低谷的时候,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可是除了哥嫂, 家里人都没有帮我的, 那时候的窘迫谁都难以忍受。 可是如今日子过得稍微好点了, 他们又开始算计我, 我决定马上开娘家。 我从东屋里拿出了我的拉杆箱, 这时屋里吃饭的人都大吃一惊, 他们都站了起来, 问我说为什么突然要走我。 我说家里有事, 丈夫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回去。 大姐和二姐对望了一眼, 大姐说, 三妹呀, 你走这么急干嘛呀, 我们还有事要找你呢? 我说以后再说吧, 我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我让大家赶紧回屋坐下吃饭。 我只让嫂子送我去车站, 进站之前, 我从包里拿出了一个信封, 塞给了嫂子。 嫂子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里面有一张卡, 卡里面有三万块钱。 送给哥哥嫂子, 感谢他们以前对我的帮助。 嫂子说什么也不要, 我硬塞给了她。 我坐在高铁上, 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 我思绪万千, 百感交集。 当我身处低谷的时候, 谁拉我一把, 我一辈子忘不了, 我会加倍地报答他们,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十丈。 可是, 对于那些漠不关心我的人, 如果想过度索取, 我不想帮他们一分钱。 朋友们, 你们说我这样做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婚闹伴娘的复仇闺蜜结婚, 让我当伴娘, 保护她一下党一党婚闹。 我满口答应了, 发誓要好好守护她。 然而婚礼当天, 她却把我推到五个伴郎堆里, 任他们把我拉进小黑屋, 事后, 她拦住要报警的我, 嫌弃道, 你主动要挡婚闹的, 现在又这副贞洁烈女的模样 要去报警, 给谁看呢? 是吗? 所以, 后来, 当她被人扛走时, 我很认真地问她, 你说, 我要不要报警呢? 大学闺蜜结婚, 请我去当伴娘。 我同意了, 大大咧咧地问了一句, 怎么想到请我呀? 万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秦烟笑道, 不请你请谁。 我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同一个宿舍, 的确算是要好。 但毕业之后, 她回老家发展, 我们的联系已经很少了。 上一次见面, 还是她邀请我, 陪她去当伴娘。 况且, 你之前也是跟我一起, 去当过伴娘的, 我们那儿的习俗你也了解。 秦烟一由所指, 冲我几枚弄眼道, 我看你上次还挺享受的, 所以有这样好的机会, 当然要找你。 享受? 她哪只眼睛看到我享受了? 然而, 我并没有反驳她, 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 更想要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初参加完婚礼回来, 我就失去了关于当伴娘时的所有记忆。 所以, 在她邀请我给她当伴娘的时候, 我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你的双胞胎姐姐呢? 她忽然问我, 我能不能把她也邀进来跟你一起当我的伴娘呀? 为什么? 秦烟特别兴奋地说道, 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漂亮姐妹花来给我当伴娘, 我一定会特别有面子的。 不过, 可惜了, 她来不了。 我姐姐出了点意外不认人了, 如今人在疗养院, 被当成精神病, 在治疗呢。 我知道他们那儿穷, 但没想到秦烟的老家居然在山奥奥里。 更没想到秦烟只请了我一个人当伴娘, 新郎却带了五个伴郎来接新娘子了。 我本来在赌门, 一撕一撕, 给个红包就让他们进来。 谁知他们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直接一窝蜂地冲了进来, 我直接被他们给冲倒在地。 那几个人还不停下来, 居然叠叠了一样, 直接趴在我身上。 啊, 我大叫了起来, 伸手就推他们, 你们干什么? 走开, 走开啊。 哈哈哈哈, 伴娘嫌我们没力气。 最下面的那个伴郎狠狠地压住我, 兄弟们没吃饭吗? 再使点力。 我被压得七荤八素, 只听见整个婚房里都是欢声笑语, 却没有一个人来拉我一把。 秦, 秦嫣。 秦嫣笑咪咪地看着我。 婉晴, 你不是知道吗? 这是我们这儿的习俗, 闹得越凶, 以后越幸福呢。 摄像大哥, 你到这里来拍, 等会儿要拿去婚礼现场放的, 不够热闹别人要看不起我的。 我赶紧求饶, 别闹我, 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 不懂, 乳乡随俗。 另一个道, 你们别光逮着伴娘啊, 还有新娘呢。 谁知秦嫣却捂着自己的肚子道, 别别别, 我怀孕五个月了, 晚晴玩得开, 你们去玩她, 她还是模特呢。 模特? 顿时, 几个伴郎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其中一个伴郎拉着我的手, 直接把我拉到了她怀里就紧紧抱住了, 玩得开我知道。 上一次也是她来当的伴娘, 嘖嘖嘖, 那身材, 告诉你们,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 我听得一愣, 几乎忘记了挣扎。 所以, 这个人, 在我上一次当伴娘的时候, 秦嫣就在, 他一定知道那场婚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失去了记忆。 可眼下的情景并不允许, 我有机会问他, 这些人如狼似虎地盯着我。 逗逗眼的新郎, 在旁边乐呵呵道, 那兄弟们不得看看模特的身材。 他们上下起手, 直接把那件质量不好的伴娘礼服从灵口给撕开了。 只听见哗啦一声, 衣领已经从灵口裂到了小腹。 这一幕似曾相识, 我有一瞬愣着, 但猛地回过神来, 整个人情不自禁地开始发抖, 可这些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异样。 他们像是戴着面具的魔鬼一样, 依旧朝我伸出手来。 滚开啊! 我扯着衣领, 死死地护住自己。 我不完了, 你们离我远点, 你说不完就不完了。 他们直接抓住了我的四肢, 让我动弹不得, 强势地让我惶恐。 撕开了, 秦烟笑嘻嘻道, 你们收着点, 还有小孩子在呢? 正好, 让他学学以后怎么婚闹。 其中一个还提议道, 要不新娘子一起来吧。 我还没闹过孕妇呢。 秦烟服在他老公的怀里, 撒娇道, 我才不要呢, 不是给你们找了个人来了吗? 又好看又苗条, 你们还不满意呀。 他在说些什么? 我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好朋友说出来的话。 所以, 上次我和他一同参加的婚礼, 我们两个都是伴娘, 为什么他好好地站在这里, 全身而退, 而我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医生说, 那是因为那段经历给我带来的伤害太深, 所以我下意识地把它给忘记了。 当时我还不明白, 到底是多么惨痛的经历, 现在我好像懂了。 秦烟完全知道婚礼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他依旧邀请我来当伴娘, 因为他就是骗我来当伴娘, 给他挡住这些人的。 放开, 我不当这个伴娘了。 我狠狠说道, 你们再靠近我, 我就报警。 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呢? 秦烟很不高兴,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这里, 要是闹得不开心是要苦一辈子的。 婉晴, 你现在不当了, 是诅咒我呢? 房间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也对我指责了起来, 说我破坏了秦烟的婚礼, 破坏了她的幸福。 你从哪里找来的不上规矩的伴娘, 影响运势。 你们还愣着干吗? 哪有闹喜闹到一半停下来的, 不吉利? 嫂子, 为首的伴郎笑嘻嘻道, 要不你们先去准备准备, 我们在这里好好教教伴娘怎么听话, 保准儿把你这婚礼, 闹得喜气洋洋。 不行, 他们这意思是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秦烟铁了撇嘴, 连思考都没有思考, 好吧。 他说自己怀孕了累得慌, 不想走路, 要新郎抱他出去。 那逗逗眼的新郎瞪了他一下, 要不你就下地自己走, 要不你就留在这里, 陪我的兄弟们一起玩。 你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把我最漂亮的朋友请过来, 当伴娘了吗? 秦烟撅着一张嘴就开始撒娇, 今天是我们两个的结婚典礼呢, 你就不能顺我心意, 疼我一下。 新郎哼了一声,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不是说有一对姐妹花来的吗? 结果就来了他一个, 我有五个兄弟呢, 怎么够分? 秦烟狠狠瞪了我一眼, 好像我没有和姐姐一起来, 反而是不给他面子了。 可我却宛如雷劈了一般, 他不仅算计我, 还想要算计我姐姐。 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是故意的, 她没有再敢违抗新郎, 乖乖地跟着走了。 婚房里的人紧跟着离开, 一路都在夸新郎会教育老婆。 就是要这样, 男的哪能这么惯着婆娘? 烟烟也是个实大体的, 直到伺候家里老爷们儿呢。 他们赞不绝口地离开, 我却瑟瑟发抖, 不停地喊着秦烟的名字。 秦烟,秦烟, 你怎么, 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下? 然而, 我话没有能够说出口, 他们捂住了我的嘴, 再也不收脸着了, 扯开我的衣服, 把我的裙子撕得一块块, 别在头上的那朵红色鲜花掉落在地, 被蹂躏的汁水淋漓, 我把他抓在手心任由粘腻的花枝沾满手掌。 我就这样用手去推丧阻止着他们, 住手, 我要报警, 放, 怎么这么多废话, 直接堵嘴。 我的嘴里不知道被塞了什么, 吐也吐不出来, 恶心得差点昏厥。 耳边却叽叽喳喳地吵闹得很, 他们还在笑, 边笑边嘲讽我, 我告诉你, 你报警也没用, 警察来了, 我们都是在昏闹, 是喜事, 就是, 再说了, 你有手机吗, 就报警。 傻娘妈儿, 别说, 当模特的就是皮嫩啊, 你也让我试试, 少吃毒食。 外面响起了一阵鞭炮, 新郎要接新娘子走了, 有人在外面敲门催促, 我听出来是新郎的声音,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 还没玩到呢, 吴哥你也进来看看, 这妞比我们上次 去老周婆娘家玩的伴娘 好看多了。 新郎道, 把她锁里面, 等下晚上回来再闹, 我这里不能误了及时。 也行, 那吴哥今晚是陪新娘子 还是陪伴娘啊? 几人笑了起来, 陆陆续续地走远了。 我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身上忽然被扔了一件衣服, 遮住了那些被撕碎的破步。 秦烟就这样站在我的身边, 眼神躲闪, 不敢看我。 你是故意的。 我声音嘶哑, 刚刚哭喊得太过了, 嗓子干辣辣得疼。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 反正你也没有吃亏。 秦烟不耐烦, 再说了, 他们也没有拿你怎么样, 不就是被摸了几下吗? 又没掉块肉。 别人家的伴娘, 他们还看不上。 不这么闹呢, 都是给我面子。 哼, 所以我还要感谢你。 我穿好衣服, 一言不发地去隔壁客房。 秦烟问道, 你去哪儿? 等下你要和我去敬酒。 我怀孕了不能喝酒, 你得帮我挡一挡。 还有, 他们晚上还要闹婚房呢? 你也要在, 全程参加才算完完整整的婚礼结束, 不然不吉利。 吉利? 我找到了掉在地上的手机, 拨通110, 你这辈子都别想吉利了。 你想要报警? 秦烟看到这一幕, 眼急手快, 立刻冲了上来, 把我手里的手机给打落在地。 那动作轻快的, 哪里像是一个怀了孕的女人? 而且她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 为什么肚子看上去还是这样的平点? 她甚至毫不犹豫地对我动手, 一点都没有顾忌肚子里的孩子。 我看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都是骗人的, 只是我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对我动粗。 好在我反应得快, 立刻冲了上去捡地上的手机。 秦烟也反应过来, 我们两个就像是疯婆子一样, 在地上扭打着抢手机。 上一次在婚礼上, 你也是这么对我的吧? 我用力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 往后扯去, 她疼得尖叫了起来, 手机终归是回到了我手里。 我才没有, 都是你自愿的。 秦烟不服气, 还想要伸手来挠我, 反正你都已经都当过一次伴娘了, 再来一次又怎样? 你放屁。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要是不见的话, 怎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再来当伴娘呢? 现在又装什么贞洁猎女? 原来如此。 我想要找回记忆, 查清楚当时在婚礼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才同意当伴娘来到这里。 可在秦烟的眼里, 就是我自愿来配合她, 婚礼上就算发生任何事情, 都是我自愿的。 来人, 快来人。 她见我失神, 忽然大喊大叫了起来。 守在门外的人立刻冲了进来, 正好看到我 拿着手机准备报警。 她们问都不问, 冲了上来就抢我的手机。 可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 她们已经不用反应就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 除了我之外还有多少姑娘, 在不知道习俗的情况之下, 被她们骗来当伴娘, 遭受这样的侮辱。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110这三个数字很容易就按下去了。 我接通了电话, 他们已经抢到了我的手机。 我撕心裂肺地对着手机大喊, 救命。 救, 下一刻我被捂住了嘴, 电话也被挂断了。 这通能救我命的电话终归还是没有被传达出去。 秦烟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的头发被我抓乱了, 脸上的妆也花了。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她, 她顿时觉得丢人丢到家了, 恶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你给我等着。 说完她竟然招呼着几个伴郎进来, 反正我整理妆容, 还需要时间, 你们总不能闲在这里吧。 几个伴郎哈哈, 立刻夸她有眼力价, 还是嫂子懂事, 那嫂子给我们找的乐子是什么? 今天伴郎这么夸赞秦烟, 新郎也与有荣烟地点了点头。 得到这些人的肯定, 秦烟更加骄傲了。 她指着我说道, 她刚刚居然还想要报警, 不如让她知道知道 我们这里的习俗到底是什么。 不仅如此, 她还让摄影师过来跟拍。 她这种有事业的女人, 最害怕丑闻曝光了, 你们把她给拍了, 就拿这个威胁她。 秦烟恶狠狠地说道, 我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再报警。 她要是敢报警就曝光她。 还是嫂子想得周到呀, 到底是出去上过大学的, 跟我们就是不一样。 就连那个逗逗眼的新郎 也对她满意的不行, 觉得自己娶了这么个聪明的婆娘, 简直就是祖坟上冒清烟。 秦烟的聪明才智 引来一大堆人对她的夸奖, 她颇为得意地看着我, 看清楚了没有。 这可是我的地盘, 谁让你又当右利的? 我只好来教训教训你了。 那个小房间的门 重新被关了上去。 几个伴郎拿着摄像机对着我, 满脸油腻腻地笑, 一步一步向我靠近。 Saction, section, 你们这是犯法知道吗? 我躲在角落里, 还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 自己这是在犯罪, 停下来, 不要再错下去了。 可是那几个人根本就无所谓。 什么玩意儿的犯法? 在我们这儿, 伴娘就是新娘, 请过来陪伴郎的。 看来这小娘们儿是不知道 我们这儿结了婚之后, 好多伴娘都嫁给伴郎了。 情况特殊嘛, 以前都是一对一, 这回就只来了 她一个小娘那儿。 我们五个照顾她一个, 给她脸了。 他们大笑了起来, 真的是满脸的引以为傲。 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了警笛声。 我的心里腾生起一股希望, 电话是打通了的。 接线员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他通过手机信号定位到了我在哪里, 并且让当地离我最近的警方出警了。 我, 得救了。 警察来得倒是很快, 到的时候, 秦烟庄还没补好, 这下他们走不了了。 我扒在窗口朝外面呼喊, 我在这里, 救救我。 边喊还边拍打着窗户。 动静吸引来了警察, 他们顺利把我带出了小房间。 新郎的脸色顿时很难看, 秦烟的妈也当着我的面破口大骂, 你安的什么心, 误了我女儿女婿的好时辰。 你个婊子, 我女儿结不了婚, 我就和你拼命。 我死死地咬着唇, 不肯让自己委屈地哭出来。 好心来给她当伴娘, 还变成了我的错不成。 他们几个伴郎, 就是借着婚闹对我强奸未遂, 我不会妥协的, 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警察同志, 这是我女朋友。 其中一个伴郎上去给警察发烟, 我们来给他表姐闹婚礼, 他不高兴了, 还麻烦你们走一趟, 实在太不懂事了。 说着逗逗演的新郎, 也上前作证。 真的, 我们结婚都报备过了, 没出大事的。 闹心人啊。 小片儿竟了然, 像是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了, 你们也悠着点, 说着他们就要走。 不是的, 我连忙否认,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这是在犯罪。 小片儿竟为难地看着我, 那这位女士, 你有证据吗? 我愣住了, 秦燕的这个乡下老宅子, 压根儿就没有监控, 而且, 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捅一口径, 就是婚闹, 我是在耍脾气, 耽误了结婚级时, 要天打雷劈。 秦燕妈大嗓门儿, 还在骂, 我看她就是, 看上了我女婿有钱, 想要挤掉我女儿自己扒上来, 这桑尽天良的桑门星, 怎么请了她的? 我看你怎么有点眼熟呀? 来的小片儿竟上下打亮着我, 忽然就没说到, 之前那谁家结婚, 是不是也是你报的竟? 我愣了一下, 原来之前参加婚礼, 我就已经报过竟了。 顿时,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 一下子涌了出来, 一股莫名的心酸, 在我心头萦绕, 久久不散。 当时的我是有多绝望, 多委屈, 才会选择报警, 结果却像现在一样, 不了了之。 所以, 那段记忆被我深深地埋藏, 再也不愿意想起。 而现在, 那段被我尘封的记忆, 也被我完全推理出来了。 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 并深深后悔且自责。 女士, 小片儿警也无奈, 招架不住老太太骂人, 只好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有所指道, 像你这样乱报警, 是要负责任的, 这次就算了, 别再耽误人家新人了。 我还想反驳, 忽然有人捂住我的嘴, 把我往后拖去, 另外的人上前去和警察说话, 直接挡住了他的视线, 就这样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想要把我劫走。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想要把我关起来。 我深深地恐惧了起来, 穷乡僻壤, 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人, 而我只有孤身一人, 来参加秦燕的婚礼的事 根本没有和别人提过。 他们就算是把我给弄死了, 都没有人知道。 可我怎么敌得过这几个大男人? 挣扎中, 我忽然看到了一旁的摄像大哥, 对, 他们刚刚说要把婚闹的视频 拿到婚礼上去放, 让大家开心的。 而且刚刚秦燕还让他们直接拍下来, 好以后威胁我。 所以这个里面, 一定有刚刚拍下来的视频, 这就是证据。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拖进了最近的房间。 外面热热闹闹地, 说着要赶紧去南方家举办仪式, 而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唯一的希望也就这样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一次他们一定会把我关起来, 再也不放我走。 但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 这个伴郎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 干脆直接把我扛上了婚车, 要带往南方家。 你怎么没有多请两个人来? 新郎还在抱怨, 大伙闹得都不尽兴。 秦燕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不想请啊, 现在伴娘难请得嘞。 新郎说着, 视线转向了在一旁 看热闹的小姑娘身上。 她是秦燕的表妹, 是过来参加婚礼的, 头一回结婚, 闹闹得这样厉害, 整个人都缩在她妈妈的身后, 不敢多说一句话。 要不把你表妹也喊过来吧。 新郎道, 反正有你那个同学在, 我哥们他们不会对这个小丫头 真的下手的。 秦燕不同意, 我表妹才刚上大学。 那也成年了呀, 再不嫁人就没人要了, 要不正好趁这个机会 让她嫁给我兄弟们算了。 新郎说着, 还颇为嫌弃地看了秦燕一眼。 你以为都是我呀,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肯要? 黄脸婆。 秦燕气得不想要说话, 却又不敢反驳。 她上完大学出来, 已经是整个村里最老的姑娘了, 上次去给人家当伴娘, 都没有人肯要她, 除了自家新郎, 还真是没有人敢娶她。 所以, 她真的不敢得罪新郎, 生怕这个男人不要自己了, 她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于是, 她不情不愿地招呼着自己妈, 让表妹也送她一程。 我们这边人是丹树, 好诗成双, 让表妹也跟着一起去吧, 等会儿晚上, 我再送她回来。 于是家里的大人, 推推嗓嗓的, 立刻把表妹也推上了车。 表妹一脸地不情愿, 挨了自己妈一巴掌, 你也想跟你表姐一样, 上完学出来没人要吗? 还不赶紧给我抓住机会, 你表姐夫的朋友都是有钱人。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这些人都像是帮凶一样, 把一个花季少女推上了车。 下一秒, 我的视线和秦烟的视线对上了。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眼里的情绪, 整个人都恼怒了起来。 看什么看? 还不都是因为你服务得不够好? 说完她再也不肯看我, 只低着头坐在那里,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是受过教育的人, 一定知道这样的婚闹根本就是陋习, 可她没有阻止, 反而成为当中的一员。 秦烟, 你也知道这是错的对不对? 我耐下心来, 对她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你要报警, 那些人根本就是秦寿, 他们会毁了你的表妹的。 秦烟沉默了片刻, 忽然痴笑了一声, 我凭什么要报警? 凭什么要让他们停下来?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当伴娘, 就是给她姐姐当伴娘, 反正都是活该。 我劝不动他们了, 只能自救。 而现在, 上一次来这里参加婚礼当伴娘发生的事情, 我大概已经全部能够拼凑起来了。 秦烟邀请我来和她一起做伴娘, 然后在那场婚礼上, 我也遇到了这样恶俗的婚闹, 大概我也没有能够逃开, 遭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并且我也报警了。 可这一切秦烟心知肚明, 她没有为我作证, 说不定还做了其他什么事情, 来阻止我报警, 或者阻止警察相信我。 我一路胡思乱想, 车子已经到了目的地。 秦烟一脸幸福地跟着新郎下车, 她的那些伴郎们就拉着我和表妹, 也跟着下来了。 那个小表妹哆哆嗦嗦地站在我身边, 一脸害怕, 我不要, 我想要回家。 回去做什么? 闹完这一趴, 我们这婚礼才叫圆满呢。 伴郎在她脸上刮了一下, 小姑娘的脸皮就是嫩。 他们要闹洞房, 这里要闹新娘, 可秦烟早就准备好了, 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 嫌我一个人不够, 还拉了她表妹过来。 她表妹可不是外地人, 知道当地的习俗, 一进门就被人拉走了。 我看着她求救的目光, 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但我的注意力全都在摄影师身上, 我要想办法拿到证据, 这样才能真正地让他们受到该有的惩罚。 于是我骗他们道, 我姐姐知道我来这儿当伴娘, 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没有准时回家, 她一定会找我的。 这小娘妈儿在威胁我们呢? 痘痘眼心狼恶狠狠道, 把她关在这里, 打一段时间就服了。 我不理她, 只冷静地看着秦烟, 到时候闹大了, 你一定知道这后果。 不然上一次也不会放我走了。 果然, 如我所料, 秦烟帮我劝他们了, 你们先玩别的吗? 喝点酒先助助兴, 我来劝劝她。 你最好真的能劝住她。 一群人从房间里离开, 只剩下我和秦烟了。 她自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你以为我想要这样对你吗? 她看着我忽然自嘲地笑了一下。 我和我老公就是在别人的婚礼上遇到的, 有什么感情呢? 不过是她家有钱, 而我认命了, 你没有。 她这是在跟我打感情牌吗? 我一点一点向她靠近, 顺了个小百件在手里。 算我求求你好不好。 如果我处理不好, 我老公不会放过我的。 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反正你上一次不也那样接受了吗? 我忽然问了她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现在几点了? 秦烟愣了一下, 有些疑问, 但还是回答了我, 快下午五点了。 我的心一点一点落回时处, 距离我和小片儿景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你可真该死啊! 我沉着冷静地看着她, 所以你的不幸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却还妄想一次一次地再伤害婉晴, 不就是因为她心软吗? 可惜了, 我心狠。 你不是。 她惊讶地看着我想要说什么, 冷不防地, 我举起手里的玻璃小摆剑, 对着她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 趁着她爬不起来, 我迅速扯下床单, 把她绑了起来, 然后堵住了她的嘴。 而隔壁房间里大吵大闹, 好像已经完全喝嗨了, 根本没有听见这里的动静。 这时, 房间外面传来新郎他们不耐烦的敲门声, 秦烟, 你好了没有? 等下, 我努力镇定下来, 然后走出了房间, 扯出一个笑来说道, 秦烟让我来陪你们喝酒, 赔罪, 这才实相。 逗逗眼新郎一笑, 眼睛都看不见了, 我结婚, 村里第一等。 东倒西歪的伴郎们顿时跟着起哄, 好像有些不清醒了。 啊, 看来是时间到了。 我低头看着指甲盖里残留的红色花枝, 哪怕只有这一点, 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房间里一片迷乱, 秦烟的表妹衣衫凌乱地躺在角落一言不发, 我给他们倒了酒, 看着他们喝下。 新娘结婚, 我别在头上的那朵喜庆的红花, 是一朵精心准备的曼陀罗, 这是一朵能让人产生幻觉的花。 为了他能够散发足够的香味, 我还在花朵上撒了提炼的香精。 可现在他们不仅一直在闻花香, 还喝下了掺着花枝的酒, 情绪一直这么高亢着, 早就该起效果了。 新郎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说着就朝我扑了过来, 秦烟, 秦烟在隔壁, 我带你们去见他。 我引导着他往婚房走去。 对, 半郎举着相机, 搭着舌头道, 还要闹婚房, 要拍照。 我来拍, 说着我就去拿摄像机, 终于拿到了手, 我立刻把斯蒂卡给拔了下来。 证据, 终于到我手里了。 隔壁房间里传来秦烟的哭喊声, 但好像被捂着嘴一样, 这哭喊声落耳沉闷。 有好几个伴娘, 她躺在床上呢, 可真主动。 我听着动静, 不为所动, 而秦烟的表妹 却一声不响地走到我身边。 你要去帮秦烟吗? 她摇了摇头, 看着我手里的相机道, 能给我吗? 我要去拍下来。 我哑然。 她却癫狂一般笑了起来, 这样以后, 她就再也不敢 在我面前得意了。 姐妹之间相处成这样 也是可悲。 我感慨完, 换了个SD卡把相机 递给了她。 而这个时候, 秦烟已经醒了, 她望向门口, 似乎在求我救她。 我举起手机, 摇摇问她, 你说, 我要不要报警呢? 秦烟自然不会给我回答。 远远的, 我看见一闪一闪的警车开来了, 在夕阳的余晖下, 带着别样的色彩。 小片警带着人, 按时来接我了。 当时她离开的时候, 在我肩膀上拍了五下, 我只要撑到下午五点, 她就会带着人到了。 于是我推开婚房, 无视完嗨了的众人, 拿出藏在头发里的打火机, 将被酒打湿的窗帘 和床单点燃。 顿时, 整个房间浓烟滚滚, 我锁上房门开始大喊, 着火了。 外面吃吃喝喝的亲戚们 全都冲了过来, 不管不顾就去撞房间门救人。 然而撞开, 却看见新郎带着她的伴郎们, 正把衣衫不整的新娘 围在床上的画面。 他们只顾着看热闹, 甚至连救火都忘了。 想必不消片刻, 这个热闹的婚礼 就会传遍整个村庄, 甚至更远。 秦燕他们出名了。 她的婚礼现在人尽皆知了。 只有小片井, 她带着同事们第一个冲了上来, 一盆一盆的水浇在门板上, 一边往里撞, 一边喊我的名字。 婉清女士, 你没事吧婉清? 结果看到这一幕, 她也愣在了原地。 她手里还提着一盆水, 本来救火的, 现在想也没想, 直接浇在那群狗男女身上, 他们一个机灵, 终于像是清醒了些许。 小片儿景神情复杂地看着我, 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花是新娘准备的, 酒是新郎准备的, 甚至事发的经过都是表妹拍的, 我就是个无辜的伴娘。 他们什么证据也没有。 半晌过后, 这场没烧得起来的火被浇灭了, 其他的警察把伴郎他们给带走了。 小片儿景给我披上了一块毛毯, 关心地问道, 我是不是差点来晚了。 我摇了摇头, 这次我手里有证据了, 不会再放了这些畜生了。 其实, 最开始我们这边的习俗, 只是一对有情人去当伴郎伴娘, 这样下一个他们结婚, 也有幸福传递的意思。 小片儿景说道,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住院变成了陋席, 变成谁请的伴娘多, 漂亮, 谁越有面子, 伴娘总是被人玷污, 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的姑娘越来越少, 也没有人愿意嫁进来。 我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 秦烟从我身边押走, 她一身地狼狈, 忽然冲了过来, 抓住我的衣领, 你不是婉晴对不对? 你骗我? 是啊, 婉晴是我的妹妹, 而我也没有失忆, 只是我的妹妹自从跟着她当了一次伴娘之后, 回去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最后居然疯癫到要被关到疗养院。 这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无所知。 所以当她再一次打电话, 请我当伴娘的时候, 我一无反顾地答应了。 我要来查清真相, 我甩开她的手, 冷漠地说道, 我是骗了你, 不仅如此, 我还把你假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你婆家, 你猜他们以后还会接纳你吗? 秦烟失魂落魄, 就这样被人拖着带走了。 看着那些人被警察带走, 我问道,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了对吗? 小片儿警沉默了。 她是在这一块土壤上长大的人, 知道这些根深蒂固的陋习是很难去除的, 大概还会发生吧, 想要完全地杜绝, 大概还要花很多年。 小片儿警苦笑了一声, 但是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会是无用功, 她会是推倒这个陋习的每一片雪花。 这也是她愿意和我合作的最主要原因。 她热爱自己的家乡, 想要改变它, 所以她找到了我, 配合我, 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而我拿到证据, 将这次会闹事件闹大, 杀鸡井猴来威慑这里的人。 秦燕的表妹也被带了出来, 她哭哭啼啼地, 却固执地抱着个相机。 小片儿警看着她对我说道, 他们得怕了, 这样的事情才不会再发生, 可我好像还是来晚了。 会好的。 我跟着她上了警车, 去局里把我所遭受的一切全都说了出来。 不仅有我的口供, 还有当初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全都被拍了下来。 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也不枉费我处心积虑, 想要引导他们拍摄了。 虽然这些会成为对我很不好的存在, 我用力攥紧双手, 但我更希望它能够成为杀鸡井猴最好的那一把剑。 即使到了法庭上, 我也依然会出庭作证。 难道我不怕吗? 我也怕, 可我要为我自己, 为我的妹妹讨回一个公道。 我要他们被重判, 让那些想要效仿他们的人看到血淋淋的案例, 再也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侮辱妇女。 所以我在怕, 我也不会退缩。 我将这件事情剪辑之后, 放到了网上, 大家都对我一个模特去当伴娘, 却被强奸未遂, 新婚之夜新娘混战六人, 这件事非常的感兴趣。 热度居高不下, 当地本来想要大事化小, 却因为网上的热度, 没办法, 只能严惩不待。 可这件事情越往下挖, 就越是挖到更多见不得光的东西。 不仅仅是我, 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 控诉自己的经历。 只是可惜时间过去得太久了, 他们又没有想过要留下证据, 没有办法来证明。 除了我妹妹, 她真真切切地留下了证据, 也报警了, 但是那一段时间她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 所以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现在她留下的证据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经过DNA配对之后, 一大堆人被判了刑, 包括豆豆演的新郎在内, 三个人被判了十年, 六个人判了十五年, 其中对秦烟表妹下手的那个人更是被判了无期。 秦烟全程参与, 还主动替她们寻找伴娘人选, 将开启自己十年的牢狱生涯。 我坐在证人席上, 将她们每一个人的下场都收在眼里。 秦烟表妹一脸麻木地问我, 表姐她们这样可恶, 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 我看着她道, 你想要知道吗? 那就认真的去学习吧, 这些答案, 我更希望你自己去寻找。 她眼中的光芒一点一点聚集了起来, 然后她朝我笑了一下, 眼里却浸出了泪花。 她点头, 我会振作起来好好学习的, 以后我要当一个法官, 审判这些罪人。 真好呀, 她还没有放弃希望。 我的妹妹会和她一样坚强的。 那之后, 我把婉晴从疗养院接了回来。 天气好的时候, 我就带着她一起出去游玩, 玩累了我们就坐在家里, 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我重拾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陪伴在婉晴的身边, 配合她治疗。 她一点一点变好, 发病的间隔也越来越长。 然后我又想, 她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不用想起来那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辈子也挺好。 反正无论如何,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我永远都不会丢下她的。 我想通了, 扶在婉晴的床边, 拉着她的手, 只觉得在这一刻, 时光变得好安静, 又美好。 姐姐。 她忽然叫了我一声。 我下意识地抬头惊喜地看着她, 你刚刚叫我什么? 姐姐。 她喃喃, 忽然笑了一下, 我的姐姐。 我捂着脸, 气不成声。 你认出我了, 她不再像是一个疯子一样, 不认识人到处疯狂撕咬, 她会慢慢康复, 将那些伤痛埋在心底, 然后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勇敢地走下去。 不要哭了。 婉晴轻声安慰着我, 可明明是她让我不要哭的, 自己却流下眼泪来。 我们两姐妹就这样拥抱在一起, 又哭又笑, 像极了两个傻瓜。 外面阳光明媚, 我轻声问她会好下去的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 给我承诺, 对, 我们都会好好的。 嗯, 我坚信。